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唐燕的消息 嫁给罗进的他就跟消失了一样 我们都已经确切地知道唐燕早已经生产了 但是他跟罗进都很低调 关于生孩子的事是一点都没有透露 不仅没有跟媒体官宣自己生孩子 就连微博上也没有发过 他们二人结婚后实在是太低调了 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结完婚他们过他们的日子 与大众无关 其实原本也是如此 有的人喜欢分享 而有的人只喜欢安安静静过自己的生活 唐燕跟罗进属于后者 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 唐燕应该是2020年2月份就已经升级当妈了 而且还有知情人曾爆料唐燕生的是龙凤胎 关于这个传闻 罗进跟唐燕也没有辟谣过 估计是真的生了一对龙凤胎 不得不感叹唐燕的命很好 嫁了一个好老公 还生了一对龙凤胎 人生赢家 不过于此 近日唐燕工作室终于开始营业了 主要是因为唐燕有一部新剧燕云台即将开播 算算日子 唐燕在拍摄燕云台不久后 其实她就已经处于孕期的状态 也是自那之后 我们很少见到唐燕有什么公开性的活动 工作上是处于半停工状态 她也是借此机会给自己放了一个大价 随着燕云台即将播出 唐燕此次的落脸应该也是宣告付出了 视频中唐燕的状态蛮好的 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少女的状态 名谋好齿 笑容盈盈 完全看不出当妈的样子 要知道唐燕可是一下子生了两个 这产后状态相当可疑 而且通过她的笑容我们就可以看出她是有多么的幸福 嫁给爱情的女人 到底有多幸福 你嫁给了一个好男人 孕期的时候你是最舒服的 想休息便休息 整个孕期你不会有什么苦恼 反倒会被宠着 生完孩子之后更是会被宠到骨子里 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整个人会很安心 因为有他在身边你什么都可以被安排得很好 拿唐燕来说 跟罗靖结婚之后 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就是两个自心安 一个被宠溺的幸福小女人 2018年10月28日 他们二人高调结婚 从那之后我们就很少看到他们秀恩爱了 唐燕跟罗靖都是很少发微博 包括怀孕 唐燕也只是在2019年9月19日 简单发了几个表情公布 有一种人很幸福 但是他们习惯了安静的生活 不想自己的生活被太多人熟知和打扰 安安静静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倒也是一种趴实自在 唐燕此次产后状态上热搜 网友们对她的评价也是 太美了吧 哪里像当妈的 状态真好 还跟少女一样 嫁给爱情的她那么幸福 又如此好命生了一对龙凤胎 还能有什么好烦忧的呢 其实唐燕跟罗靖是属于老相识了 我闲来无事 还去翻了他们二人的微博 唐燕最早在2011年11月30日就有发过给罗靖的生日祝福 不过当时他们二人并没有谈恋爱 而是很好的朋友 那个时候的唐燕心思还都在邱泽身上 罗靖对于他而言 更像是一个好朋友 好兄弟 而罗靖早在2011年11月25日就发过跟唐燕有关的微博 当时的他还取笑唐燕来着 有谁能想到他们最初的相识就很谈得来 多年之后还真的成了一对 爱情很奇妙 有时候他在你身边你不觉得爱上了 可不知不觉中还是爱上了 唐燕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 还记得罗靖说的那句话 我没有办法说他的哪个表情可爱 因为他的那种可爱是浑然天成的 当一个男生说一个女生很可爱 只有很喜欢了 唐燕跟罗靖可以说是音戏结缘 他们一共合作了有五部戏 乱世佳人 以及后来的X女特工 克拉恋人 锦绣未央 归去来 他们之间的缘分或许从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就注定了 还记得他们在2016年12月6日公布恋情 罗靖说 我的肩膀永远是你的依靠 亲爱弟你 生日快乐 而唐燕转发微博说了一句 原来是你 原来我找了那么久 那个真正适合我的人是你 遇到了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 他的眼睛里都是你 而遇到了一个没那么爱你的男人 你只会爱得卑微 有的人你很喜欢 但是未必适合你 因为真正好的恋情一定是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 而不是让你变得卑微 唐燕真的蛮幸福的 他跟罗靖在恋爱的时候有很多有爱的视频和动图 但是在结婚之后 他们都变得很成熟 也不是很热衷于秀恩爱 而我们都知道他们过得不错 唐燕曾说 我觉得他给予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持 然后他是把自己放到最后的人 操心大哥 他永远你最崇尚 其实他会让我很感动 这个太重要了 他不自私 这是我最看重的地方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会把你看得很重要 而不是你跟他的未来无关 他一定是心里有你的 把你放在首要的位置 要知道好男人的责任心都是很重的 他们只会想呵护好自己爱的女人 真正爱你的男人不会自私 你跟他在一起只会很安心 唐燕产后状态上热搜 嫁给爱情的女人到底可以有多幸福 唐燕跟罗进他们比较低调 很少公开秀恩爱 我举个身边人的例子 朋友乐青是嫁给了爱情 他结婚之后的日子虽然平淡 但说一句实在话 平淡中有着旁人无法企及的幸福 乐青目前是怀了二胎 有一回他早上起来 老公早已经上班去了 桌子上摆的是他老公起很早买来的早餐 乐青看到早餐的时候是很羞愧的 他跟大宝睡懒觉 老公要上班还起来买早餐 这样的好老公去哪里找 主要是乐青最近怀了二胎 老公对他也就多了一些照顾 生怕他不吃早餐对身体不好 乐青怀二胎都是这么受老公的照顾 更别提第一胎了 怀第一胎的时候只要是他给老公打电话 有需要帮助就没有不道德 乐青刚怀孕那会情绪不太稳定 只要是他需要老公都会在身边陪伴 整个孕期乐青过得都很轻松 后来生孩子他老公还陪着进产房 乐青刚结婚的时候跟婆婆和不来 关于婆媳矛盾也是他老公去解决的 生完大宝坐月子那会儿 他老公每天都会去超市买一大堆东西回来 让丈母娘做给乐青吃 不仅如此 他还自己研究月子的食谱 只要是乐青想吃 他都会去做 后来乐青出月子 自己带孩子 他老公就很少加班了 如果有应酬也是提前电话申请 那个真心爱你的男人 他的心是在家里的 更是在乎你跟孩子的 工作对于他而言是更好的生活 是为了给你们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 乐青跟他老公认识快七年了 他们即将有第二个孩子 生活很是幸福 我问过乐青 你怎么看待婚姻 乐青说 婚姻这档子是 当你嫁给了对的人 你真的不会有什么烦恼 你们之间即便有矛盾也很容易化解 别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我不觉得 我跟他在婚后还是谈着恋爱 这种感觉很好 会让你觉得很踏实 我以前是很急躁的 但是自从跟他在一起 我很幸福 脾气也慢慢变好了 一个女人在婚后会不会有好的状态 关键是看他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老公 若是有个好老公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 他都会得到很好的支撑 工作上会有老公的支持 就连生活上也会很有安全感 写这篇文章还是给女人们提个性 要嫁给一个很爱很爱你的男人 他很爱你绝对比你爱的微微更容易得到幸福 一个男人很爱你 才会想宠你给你好的 一个男人不爱你 你再爱他对他再好也没什么用 啊 焌在这篇文章 可是你得嘲IP 不是 我觉得可能他的Note 最同是 是 的 就是 去